蓝旺基回到望县居看着熟睡的人,紧闭着狭长的双眸,蜜长的睫毛如雨扇般扑开。 上帝精心雕琢过的完美脸庞,棱角分明,顺滑的长发如绸缎般扑在脑后。 他收起自己以你的心思,给蓝希臣发了一个信息。 蓝希臣接到蓝旺基的信息,带上好麻醉药物,治乱葬岗。 一句不清不楚的话,把蓝希臣吓坏了,猜测难道是无限受伤了,还是谁受伤了? 如果是无限受伤了,伤得重吗?忘记要如何? 蓝希臣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匆匆从药室拿了一些上好的麻醉药放入乾坤袋里,回到韩世使用传送符到乱葬岗。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自从有了魏无限给的传送符,蓝希臣去乱葬岗都是过了害时,别人都睡下了,从韩世传送过去,任何人也不会发现。 今天也顾不上是白天了,直接把自己传送过去了。 到了乱葬岗,温情雨绵绵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已经睡醒的魏无限正在院子里种阿院,蓝忘记站在一旁温柔地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两人,蓝希臣懵了,这是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好好的要什么麻醉药物,她走到蓝忘记身边唤了一声,忘记,蓝忘记这才转过身来唤了一声,胸掌,又转过身看向魏无限。 蓝希臣看着眼里只有魏无限的弟弟真想上去揍他一顿,但看着曾经一贯面无表情的弟弟,此时柔和的面容,深情的目光,叹了一声。 他还要感谢魏无限,是他使蓝忘记的生活充满了色彩。 蓝希臣温和地问,吴现,你们在玩什么? 魏无限抬起头微微一笑,大哥,你来了,还未等魏无限回答, 阿愿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大哥哥,献哥哥说,把阿愿种在地里,再浇些水就会长出许多小朋友陪阿愿玩。 蓝希臣被这可爱的小朋友逗笑了,也被魏无限的纯真感染了,心生羡慕,真好。 这里虽然倾苦,但是没有纷争,没有尔虞我诈,怪不得旺姬,命可挨戒鞭,也要来这里。 爱,旺姬可以任性,但是作为宗主的蓝希臣,却不能任性。 旺姬,吴现我们可不可以到屋内说话? 蓝希臣知道,如果不把魏无限也叫到屋里,他弟弟一定不愿意跟他去屋里说话。 他还要问蓝旺姬发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魏无限安抚好阿愿,与蓝旺姬食指向我走进旺姬居。 蓝希臣把麻醉的药物拿出来放在桌案上,旺姬,这些药物何用? 请兄长替魏英把卖蓝旺姬挽起魏无限的袖子。 蓝希臣把玩一只手,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二人,另一只手,两只手都把玩。 蓝希臣对自己的医术产生了怀疑,这这这怎么可能? 蓝旺姬一脸平静,知道蓝希臣也把出来魏无限有孕了,只是不敢相信,兄长但说无妨。 这无限的迈向似是有了三月身孕蓝希臣疑惑地看着二人说道。 大哥,没想到你医术也这么好,你说对了,兮兮为无限嘴角弯弯露出一个可居的笑容。 啊?无限你真的真的有了身孕? 这怎么可能? 蓝希臣震惊地不知道说什么了,别有深意地看了蓝旺姬一眼。 她除了不相信男子可以有孕,更不相信她一向最支里手里,最雅正端方的弟弟会在魏杰道前就做出此事。 显然魏无限与蓝旺姬却未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她也不必点名了,免得尴尬。 魏无限便把温情说得缠字结单的法子说给了蓝希臣。 听完后,蓝希臣也算勉强接受这个消息了,魏无限都敢剖单,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明知不可味为了,旺姬看上的人果然与众不同。 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也为了防止在此期间金光扇又打什么坏主意。 蓝希臣叮嘱二人千万不可出乱葬岗,在魏无限设置的结界外,与蓝旺姬又加设了两道结界。 这个结界除了旺姬他们二人谁都无法进出,即使是蓝希臣,自己也不能。 因为他打不开魏无限的那道结界,而蓝旺姬可以打开他设置的结界。 魏无限说可让他自由进出,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多一个人能打开便多一份危险。 而他自己想去可以用传送符直接到乱葬岗上,聂怀桑也是,因为魏无限给他们二人的符咒是特制的,可以传送至乱葬岗上。 而这些传送符现在不对外销售,目的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而魏无限也成了乱葬岗上的重点保护对象。 蓝希臣嘱咐好二人后便离开了,他要回去准备一些有营养的吃食,一些保胎,安胎的药物。 他在纠结着,此事要不要告诉叔父,如果叔父知道了,英克会开心的吧。 毕竟旺鸡快做父亲了,他又想起旺献二人决定行结道理时,他问过蓝旺鸡是否要告知叔父,蓝旺鸡回答,不用,我已非蓝家人,也不必多生之劫。 他知道蓝旺鸡是担心蓝启人从中阻挠。 哎,我这个兄长当得真难。 蓝希臣一边走一想思考竟未发现迎面走来的蓝启人,希臣,你在想什么? 蓝希臣抬头行礼,叔父,蓝启人犹豫了一下问,希臣,旺鸡现在可好。 蓝旺鸡已经离开蓝家几个月了,蓝启人说不担心是假的,只是他总拉不下脸去问,今天终于问出了口。 蓝希臣与蓝启人并肩朝松丰水月走去,在路上蓝希臣心里白转千回。 最后他决定告诉蓝启人蓝旺鸡在乱葬岗之事,他要循序渐进打破蓝启人对魏无羡的看法,打破蓝启人对温氏愚灭的认知。 松丰水月的查案前,二人对饮,蓝希臣温和地开口道,叔父,旺鸡在乱葬岗上很好,乱葬上并非世人传言那样,温氏之人全是老弱病残。 魏公子是因为要报温情姐弟之恩才救助他们,并非外界说的占山为王,然后又道,温姑娘乃其山温氏最好的医师,旺鸡身受重伤,由他治疗, 再由魏公子看护,旺鸡的商议无大碍,旺鸡无碍就好,你又去过了乱葬岗。 一开始蓝启人知道蓝旺鸡挨完戒鞭,便去了乱葬时,心里很是生气,随着时间慢慢流逝,担心渐渐代替了生气,曾听蓝希臣简单说过乱葬岗上的情况,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因为与外界传言完全相悖,但又知蓝希臣不会说谎, 所以才想好好问问,是啊,我刚从乱葬岗回来,他们那里的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蓝希臣耐心地跟蓝启人述说着,那旺鸡在那如何能得到救治? 蓝启人担心地问,叔父放心,旺鸡的用品还是我带去的,还带去了药材和一些食物。 那里还有个三岁的孩子叫阿怨,十分可爱乖巧,蓝启人听着蓝希臣的话,希臣,我们是不是错了,未知全貌,不与至凭我们都未做到,是啊,叔父。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乱葬岗上看一看,那些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旺鸡与魏公子的照顾下,他们生活得虽然辛苦,却从不抱怨,相反还很知足,很快乐。 旺鸡与魏公子时常出去业劣,还救助了十余名孩子,也收留在了乱葬岗,他们二人还出业劣。 蓝启人更惊讶了,是啊,他们二人并称无姬双侠,除奸扶弱,深得人心。 不过以后很长时间,他们不能出去了,蓝希臣想起魏无羡有孕的事,他还不能告诉蓝启人,他要一步步来。 蓝启人问,为何,这是多么好的,为自己,挣得好名声的机会,怎么以后不去了? 因为,因为魏公子要重修金丹,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再出去业劣蓝氏家规不可打狂语。 蓝希臣此话要说是谎言也不算是,生子后也是要结丹的。 魏英真的把自己的金丹,PO给了江宗主。 蓝启人又想起了蓝希臣曾对他说的魏无羡PO丹的事情。 是,我替魏公子把过卖,他的金丹确实是声声PO出来,是温姑娘所PO。 魏公子忍着两夜一天的痛,生生把金丹PO给了江宗主,却还骗江宗主说是,抱山散人修复了江宗主的金丹,魏公子为了抱温情姐弟的恩情。 宁愿屈居乱藏岗化地为牢,此等侠肝易胆,心若赤子,无愧于心,西臣自愧不如,当今世人也恐无人能抵。 蓝希臣去了几次乱藏岗,见到了温氏一族,知道了魏无羡的一些事,给出魏无羡如此高的赞美。 蓝启人,那你认为旺姬留在,那可有不妥。 现在仙门百家都知晓旺姬已退出蓝室,留在乱藏岗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旺姬在那里很安全,主要是天天守着自己心爱之人,还要做父亲了,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哎,蓝启人,那旺姬是打算一直待在那种地方,不回蓝室了。 也许有一天会回来,魏公子说,总有一天他会与旺姬光明正大的站在仙门百家面前。 后面的话蓝希臣不敢多说,怕一会儿说漏了两个的关系。 哼,你倒是相信魏英那小子蓝启人不明白怎么自己的两个侄子都相信魏无羡。 蓝希臣微微一笑,说父不觉得魏公子很聪明吗? 炼化音帖,制作音虎符,这是多少年来无人做到的事,几百年前的仙山国师薛仲害做不到。 我蓝世天资傲人的家主蓝毅做不到,而魏公子却做到了。 他开创轨道,还发明制作了许多符咒,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招音旗与风鞋盘便出自魏公子之手。 什么?不是聂怀桑在售卖吗? 不是聂怀桑与豹山散人之后在合作吗? 哦,魏英便是豹山散人之徒孙蓝启人总算明白外边的传言之事了,不过也确实不算假。 叔父线下明白了,他们二人合作,盈利均分,魏公子便用那些钱养活乱葬岗上的众人,修建无机门,蓝启人点点头,心里不知在想什么。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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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表明众兴感觉。